大家好 今天影片主要是介紹LED燈泡拆解 與內服電路原理介紹及簡易維修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準備好了嗎?我們開始囉 首先我們要先拆解LED燈泡的外殼 拆裝方式可以點影片右上i 那有播放清單 裡面的拆解MH2025藍牙了罷 所使用拆裝工具雷同 你也可以用一字幾字慢慢挖開 接下來你會看到圖片中變落板上有紅色的電容 跟藍色的電解電容 藍色的主要是濾波 家裡的LED燈常常一閃閃的不停 跟這顆濾波電容極大的關係 沒有正常的運作 然後紅色的電容主要是降壓 當然要先量電容是否正常 之前的影片有教各位量電容 實際的先短路放電帶做測量 大家也可以參考 慣用溝錶的影片一起使用 再來我們看到P C 板的正面 正面都是由發光二極體 發光二極體就是我們的燈泡 它有個特性就是單向導通 所以你拿電錶轉到二極體檔位 用攤檔碰觸兩側 試看看哪顆沒發光 就知道哪一個故障 查到哪顆二極體故障 就用電落貼跟汗洗讓這條線短路起來就能繼續用囉 處理好電落部分 再用Silicon把剛拆的蓋子黏回去就大功告成囉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 我們下次見